欢迎收听CTFM 城市之音 城市一加一 我是徐卫舟 今天呢我来和大家聊一下关于我的新专辑 我的新专辑呢名字叫做The Time 在第一篇章15分钟的疯狂 篇章中呢我给大家带来了三首歌曲 这三首歌曲呢分别都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的歌 然后呢也有我自己创作的歌曲 其实这一趴呢我还是希望能把这个摇滚的精神带给大家 因为我自己一直坚守的这个rock的精神 然后虽然没有把这个特别摇滚的歌曲啊 特别摇滚的曲风这样子的风格完全贯穿于我的专辑 但是在这一篇章中呢摇滚始终是我最坚持的东西 大家会听到的这下面一首歌呢 就是我创作的一首歌曲叫做那又怎样 这首歌呢其实是我和李思松老师一块完成的这么一首歌曲 当我刚写完这首歌其实我并不是这么有把握 李思松老师给了我很大帮助吧 在这首歌上然后在录这首歌的时候呢 我也从创工的角度 然后也找到了很多关于这首歌的 以及这首歌有态度的感觉 我也非常感谢李思松老师 然后帮助我在唱歌啊 无论是技巧上还是感觉上莫大的帮助 所以呢下面这首歌那又怎样带给大家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大家觉得这首那又怎样怎么样呢 其实那又怎样就像歌名一样 那又怎样其实是我想表达的一种态度 不希望别人模仿 然后我自己呢也是坚守自己 也不会模仿别人 那又怎样 下面这首歌呢 是来自一支叫做Life Awaits 往生乐队的歌曲 他们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Rest 就是生锈的意思 这支乐队呢是我的一支好朋友乐队 然后他们也帮了我许多 在第一篇章15分钟的疯狂中呢 也有收录他们创作的歌曲 由他们作曲 然后我来演唱这么一首歌 其实作为一支来自北京的Post Hardcore 这样一支比较重型的乐队 他们我觉得是非常有潜力 然后做的音乐特别有气质 我觉得能把自己的音乐 做出有态度有气质的感觉 我觉得就是好音乐好乐队 就下面这首歌曲呢 就是一首有气质有态度的好音乐 那就让大家来欣赏一下Rest 欢迎回来CTFM 城市之音 城市一加一 我是许卫舟 其实身边的好多朋友都会问我 你有没有想合作的歌手 为什么想和他们合作 有没有机会合作 其实我自己欣赏的歌手 真的是非常的多 然后我自己最欣赏的 在流行乐坛 在当今的流行乐坛 我觉得最欣赏的就是周杰伦老师 他的歌曲我觉得非常多样性 然后大家也都非常喜欢 因为我觉得周杰伦老师 他尝试了很多像不同的乐器 钢琴 吉他 鼓 然后弦乐 我觉得在音乐上能够做出这么多潮事 然后又成功的人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厉害的音乐人 下面这首歌 其实也是一首来自于周杰伦老师的歌曲 叫做阳光宅男 充满着阳光 其实刚才有提到有没有想合作的歌手 刚才我也说了 其实最想合作的就是周杰伦老师 其实这个小目标我已经实现了 我有和周杰伦老师合作一首电影的歌曲 然后由周杰伦老师来作曲 我来演唱 其实对于我来说 也是一个我觉得实现了人生中的小目标 然后对于之后 我觉得也是一份鼓励鼓舞 我觉得之后我也希望能把更多好的作品 然后让大家听到 让大家感受到 说到好的作品 其实大家也很关心 我最近就是在影视方面 有没有新的作品带给大家 其实作为一个演员 作为一个歌手 我都希望把好的作品带给大家 演戏这方面 我最近其实一直都在组里拍戏 然后之后会慢慢的会把这些好的影视作品带给大家 怎么说呢 敬请期待吧 其实我也很期待 下面这首歌是来自于一支 特别特别积极阳光向上的乐队 叫做《指儿》 这支乐队我自己也特别喜欢 他们的主唱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女生 我推荐给大家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蝴蝶》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欢迎回来 刚才有说我之后的影视的计划 其实有人也会问我 其实许维舟啊 你到底是做演员开心呢 还是做歌手开心 其实我觉得吧 我真的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 因为演戏唱歌都是我很喜欢的事情 然后现在把自己喜欢的事情 兴趣爱好当做工作来做 我觉得这是人生中最开心的事情了 未来的话 我觉得因为我还是一个希望拿作品说话的人 所以我也希望把更多好的作品带给大家 无论是自己的音乐作品啊 新的专辑还是之后新的戏 都希望能把一个更好状态的许维舟让大家看到 所以发行的这张专辑《The Time》的第一篇章 《15分钟的疯狂》当中 这三首歌曲呢 希望大家都能够喜欢 因为其实这张专辑呢 真的是我费了洪荒之力 非常用心去制作 然后没有说要和别人怎么攀比 但是我觉得应该至少一定要超越自己的前一张专辑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下面这首歌曲呢 来自于一支香港乐队 他们呢 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支乐队 他们的曲风也是偏摇滚 他们在台上的台风也是非常的疯狂 非常的自我 所以呢 下面这首歌曲 无谓再讲 哈喽 欢迎回来 我是许卫舟 今年呢 其实是一个 对我来说是一个丰收的一年吧 收获了这么多喜欢我的人 然后呢 也收获了许多奖项吧 对我来说 其实这些奖项啊 都是莫大的鼓励 我得到了很多身边的人的支持 我才有这么动力去做下去 作为一个艺人 唱好自己的歌 演好自己的戏 其实我之前也对我的粉丝们说过啊 没有你们支持我 没有你们在我身边 我觉得我真的是坚持不下去的 其实作为一个艺人 我觉得在一个高压的环境里面 调整好自己的心态特别重要 但是我觉得有自己粉丝的鼓励 鼓舞舞 我觉得也是最大的动力的源泉 所以呢 我也是希望在之后 把一个状态更好的许卫舟 让大家看到 未来呢 我希望不辜负你们所有的支持 不辜负你们喜欢我 我会对你们负责的 然后下面这首歌呢 就是来自信乐团的一首歌 叫做天高地后 天高地后这首歌感觉怎么样呢 其实大家应该都听过吧 天高地后 年轻的时候 总是有的时候会不知天高地后 但是成长了之后啊 成熟了之后 就会觉得 哎呀 年轻的时候好幼稚啊 其实我年轻的时候 不是我年轻的时候 以前作乐队的时候 当时就挺疯狂 挺躁动 觉得自己喜欢的音乐啊 就是最好的 自己喜欢的音乐的风格呢 也是最好的 但是当我真正开始 作为一个音乐人 去热爱音乐 制作音乐 你会发现 其实音乐 好的点子 这些通信啊 共性啊 其实是一样的 不同的音乐呢 都会有好的 不同的 这些特色 所以当你真正热爱音乐 去把音乐当作 自己的一份事业 来做的时候 就像我现在啊 我会尝试很多音乐的风格 然后也会听很多 音乐风格的歌 无论是EDM啊 还是Trap啊 还是流行啊 摇滚啊 爵士 我都会去尝试 所以呢 像这张新的专辑 The Time 我也是尝试了很多 不同音乐的风格 我也是希望 把不同的音乐的元素 融入在里面 把更多好的音乐 好品质的音乐 带给大家 其实出道一年多以来 刚才我也说了 我的动力的最大的源泉 就是我的粉丝 我的白州们 他们在我身后默默的 这样支持我 鼓励我 我也是希望 把自己最好的东西 回馈给他们 下面呢 我想送给他们一首歌 这首歌呢 来自于一支 我非常喜欢的组合 飞儿乐团的光芒 因为你们就是我的光芒 欢迎回来 CTFM 陈氏之音 陈氏一加一 我是许卫舟 其实 大家一直说 周周啊 你穿衣显瘦 脱衣有肉 你私下是 是不是一个健身狂人啊 其实我 是 我其实特别 我特别喜欢健身 但是有的时候 因为工作比较忙 然后没有时间 有的时候会挤不出时间健身 其实在 拍摄MV的时候啊 就是拍摄新专辑的MV的时候 当时我又 因为吃坏东西了 然后也上途下泄 也就生病了 影响了这个拍MV的这个过程 当时我就觉得 哎呀 其实身体真的是特别重要 我就特别怀念 休息的时候 能够健健身身的时候 所以呢 我觉得 各位听众朋友 你们也一定要保重自己的身体 无论你的学业在忙 工作在忙 身体最重要 下面这首歌呢 是我平时健身时候 一直听的一首歌 叫做 Tunda for me 今天快要收尾的时候咯 其实 今天能够在这里和大家 分享我自己的歌 还有分享我自己喜欢的歌曲 我觉得非常开心 今天最后一首歌曲呢 也是来自于我的新专辑 The Time 第一篇章中的一首歌 叫做 忘了我吧 这首歌呢 也是和李思松老师 然后我们在那个录音棚里 磨了好久 录了好几天 因为一直想要找到这首歌的 最好的一个感觉 其实这首歌呢 是一首比较 比较伤心的这么一首 抒情的乐队的歌曲 然后呢 这个MV呢 是在伦敦拍摄 就像我刚才说的啊 刚才说的那个生病了 其实就是拍摄这首歌的MV 当时就状态特别不好 但是其实跟这首MV的主题啊 还是挺契合的 因为它是一个比较伤心 比较难过的过程 然后我是真的特别难过 特别难受 因为我生病了嘛 所以这首歌呢 忘了我吧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但是大家不要忘了我 喜欢这首歌就行了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